大家好,我是房大叔 为什么有人买房从来没有亏过钱 还能赚大钱 为什么同样是买房 有人是越买越求 你知道买房有五招必胜心法吗 我现在教大家 请先帮我点赞起来 以免以后找不到 第一招 用投资的思维找时机找物件 就是用租金投报率 只要投报对了就对了 第二招 用自助的需求 选地段选社区 你是要学区好 还是要交通好 都不要忘了 好的地段 好的社区 永远都不败 第三招 贷款的问题 先找银行 算好你的贷款陈述 知道我能贷款多少钱 选定多少钱以下成交的物件价格 看污不浪费时间 第四招 要出价钱 先让银行估价 估完再谈 贷款能不能有八成 分成物加人 人的条件没有问题 贷款却贷不到八成 那代表什么 就是我的成交价 可能过高了 所以银行估完 再谈价 第五招 算好你的收支笔 量力而为 我们买房 不是今天买 明天涨 后天卖 买房 一定要经得住 放 放得住 你才是赢家 希望这新法 能帮助到大家 都能挑到一间 能赚钱的房 用投资的眼光 想问题 用自助的需求 选产品 预祝大家都能找到 理想的房子 心仪的家 记住 最好买房的时间点 永远就是现在跟十年前 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点赞 订阅加分享 如果你有买房 卖房的问题 请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亲自的回复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